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捐赠印金的款项 若负责人没有把款项用于印金 捐款人是否也要度低 是否能帮助提供一个真正的付点 以发行印金就是真正付点 至于那个负责印金的人 把你钱吞没了 别的地方用去了 因果是他负责人 你没有责任 捐款者不会坐地狱 捐款者只会升天堂 不会坐地狱 如果你常证听经 我们在经上好像是两次三次 讲到无善陀罗的故事 你看那是供养的人得大佛宝 受供养的出家人那是假的 不是真出家人 是用这种外表的样子来欺骗信徒 信徒是当真 认为他是真正好的出家人 供养他 所以这个五个假出家人 多地狱 而这个供养的人 是他升天 过人福报不一样 所以诸位要知道 佛门有一句老话说 过人应过过人负责 你善心决定的善报 他造我业 那他受苦 这个国报的酬长 那是以后的事情 第一国报受完之后 还要还债 欠命的还命 欠债还钱 这叫定义 谢谢